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ESL职业联赛的小组赛也过了一半多的赛程了 本周回顾的C组有着观众员十足的Face与Navi两队 而这两队也不失所望 双双以全胜的战绩打入了胜者组决赛 而最终是由排名较低的Navi拿下胜利夺得首席 在贝者组也是打得相当的精彩的 最终是用老人队Fonetic拿下的第三张晋级的门票 而最后一张的门票本来是期望说中国队伍Sikon有机会逆袭拿下 但很可惜在殊死战中摆给了来自南美洲的9Z 本周的片段我自己是觉得都相当有看头 那我们就开始吧 本部影片感谢Skin Club赞助播出 在Skin Club你有着琳琅满目可做挑选的箱子 可以挑选专属武器的箱子 若你缺了一把AK的话 那这AK专属的箱子可能就会是你的好选择 而我自己则是最喜欢这个有机会开到CS2效果特别好的造型箱子 蓝铃都普勒这类材质的造型在CS2可真的是有够亮啊 而现在游玩也会有额外的任务加持 搜集点数可以到商城去兑换商品 小提醒年满18在座游玩 适度开箱切勿上头 那广告结束正片即将开始 Kiragan与Brokey的神速配合 激进打法两人成功收割战场 Navi与Face在胜者组的决赛 来到了第一张图阿努比斯 Navi以强大的进攻火力 10比2大幅领先 开场防守方的Face决定反手围攻 三人直冲中路激进前压 Kiragan搭配了Brokey的闪光 快速抓到堪防的小李子 持回Brokey快速回防A点 再度爆头击杀了Eman Brokey面对Navi的三人进攻 左甩一枪拿下Beat 退回掩体后再次开进拿下的JL 最后瞄准入口温稳的再收下Simple Face stage的节奏变化 打得Navi一个措手不及 迅速的收下这局的胜利 可惜最后仍被Navi以2比0击败 尽量一展大将之风 大胆积极拿下四杀将Imperial送回老家 Cyclone与Imperial的比赛 来到决胜图Overpass Cyclone以14比10领先 开场Imperial三人强拿连结与工地 259试着以烟雾封门 想孤立连结的Jota 却没想到Jota一人激进地推进低道 将259拿下 再一个转身漂亮的击杀Mercury 随后被卡则换掉 沿接队友莫斯宇已经摸到了短管 Jen Yang大胆地混淹走出工地门 与队友搭配先是抓掉了Vinny 再轻松一甩 一颗子弹将透露位置的Philbs送上席天 Bose在场广抓掉了莫斯宇后 并成功躲回柱子 Jen Yang一个大胆换位 以刁钻的角度再收下了Bose 顺利下包后剩下Henny一人回防 虽然漂亮的抓到蹲在水下的卡则 却也被躲在ABC的Jen Yang换掉 拿下四杀替Cyclone取得赛摩点 可以看到Imperial的总教练Zag 真的是压力山大 别忘了 Henry's reminded you multiple times but 8 to 2 at the half oh not that at the half that would be a different game mode but I'm telling you now 8 to 2 to start off Overpass and Zack This is a little Mazzy 稳健枪法 一人五杀贯穿Face全队 Fanatic 与Face的比赛 在第一张图的Anshion 激战到了12比11 开场Fanatic A点直唱空城记 全员尝试以激劲的打法 拿下中路以及小黑屋的掌控权 Twist 与Robbs 两人 却以Boost 蹲在中路的拐角 面对脚下的燃烧弹 也不慌不忙的下一颗烟雾弹熄灭 让Robbs 可以稳稳地收下Royd 从小黑屋推进的Mazzy 抓到了Rent后 进行压枪移转 直接灌死了木板后的Broki Mazzy这时候单人回首B点 手持AK的他轻松爆头 抓掉了B血破推进的Terrigan 4打2的人数优势下 后撤回防了他 最后以稳健的准心 陆续收下了Twist以及Robbs 两杀都是漂亮的爆头带走 成功拿下Ace 中出了Face的士气 最终也拿下遗迹的胜利 Affro化成煞硬之身 两发神速爆头带走胜利 Imperio與Fanak的比赛 在第二张图的Overpass中 双方比数来到了4比7 Fanatic开场先是两人直取连结 而Imperio则是占据了短管 Mazzy先在下水道成功抓到了Jota 而双方在攻击的交战 竟有消低的Roe的血量 并没有造成伤亡 菲尼这时大胆地走出场馆 配合着闪光却没能收下 单向延后的Grimps 但有队友Bose成功地换掉 两边都是在互相试探 而时间就这样子 被消耗到了剩下一分钟 Philbs先是从B小摸烟 成功抓到了油桶 后方的Daxter顺利打通了B点 而回房的Fanatic三人 终于来到了B点入口 Avro先是用一颗燃烧弹 阻止了恐怖分子下包 Mazzy成功地以Boost 抓到漏头的Henny Fanatic仗着人数优势 决定这时推进包点 却被Imperio两人 各拿枪一坑人头 让Avro面临着一打二的局面 Avro先是穿墙打残的 正在下包的Bose 为了赢下残局 直接弃8RP拔出他的杀音 Fanatic两人同时探头 没想到Avro如神附艇般 左右各来一发迅速的爆头 拿下两杀 连主播都大喊不可思议 Avro这火热的手感 拎下这个不可能的残局 最终让Fanatic拿下这张图的胜利 Simple杀人出心 一把Nova拿下厮杀 击溃Cyclone Navi与Cyclone的比赛 来到第一张图的Inferno 双方比数来到8比6 经济不佳的Simple 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集 居然又买了一把Nova出门 光这场比赛 就已经起了5局的Nova了 Simple开场先是在阳台蹲人 但在看到对方 丢了一颗单向阁楼烟雾后 便大胆地压进阁楼 但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敌人 时间剩下了一分钟 Cyclone中路出击 躲在锅炉房内的Simple 用了三发Nova成功地收下259 想继续追击 但被燃烧弹逼退 Beat在A龙的转角 抓掉Mercury后 被卡泽一发爆头做交换 Cyclone的目标仍然是A点 Simple手持Nova 躲在包点内 等着对手自投罗网 Cyclone清空阁楼后 跳向崖台 挤射地走入包点 却包点内的Simple 一发喷头击杀卡泽 悠闲地换个子弹后 再度探头收掉了Jam Young 最后直接跳出包点 将赶来的莫斯宇迎面击倒 因为把Nova轻松惬意地拿下四杀 我叫Simple最近比赛是喷子用上瘾了 用的次数可能还比大局还要多呢 以上就是本作的五大精华 而影片制作不易 还请订阅并给我一个小小的赞 都会是我持续制作的最大动力 那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次见 拜拜